蔬菜大火快炒 一盤香噴噴的菜出爐 志工为前来的民众 撞入便当盒中 屏东有一名退休的公务员 几年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就发愿要帮助弱势者 因此每天都会煮便当 提供给弱势家庭 或是孤苦伶仃的独居老人 八年下来没有停过 目前很多弱势的孩子 还有弱势的家庭 独居老人 他们有的是单亲 但是他们达不到 那个政府补助的标准 所以他们走投无路 有的是独居老人 一天送出去的便当 大约70到80个 也有志工专门送给生病 无法外出的独居老人 八年下来不济酬劳 为了能够持续帮助 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他除了拿出自己 微薄的退休金外 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卖掉了 最后就算是租房子住 他还是要继续租下去 你已经来这年多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他都不在乘的 我都很感恩 许多曾经受过 这名退休公务员帮助的 弱势家庭孩童 长大后也会回来感恩这对夫妻 感谢因为他们 让社会又多了一份温暖 记者张春华李一璇 屏东报道 回到我们下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bless